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這個小孩看起來 現在 我們有很多 我有聽其他KW 他們有時對中國的評論不對 他們用一個西方的經濟的水平 作為reference 說評估中國經濟不行 這樣不行 那樣不行 這個有問題的 它的標準 它裡面什麼叫好什麼不好 跟我們的思維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什麼都是用錢 用經濟 中共叫我們做什麼 小資本家 我們真的是小資本家 中共真是很看不起這些小資本家的 它說你們講來講去就是為了錢的 是不是? 什麼什麼他們說 就是 黎薩特 所以它對美國的華爾街都看不起 對荷里活都看不起 就是你們這些人全部錢搞得定的 兩下手勢就搞定了 所以這個問題呢 就是這方面 我們輸得很厲害 差不多沒有什麼真是跟它講 真是講意識形態 講價值觀 真是站出來跟它講 現在除了特朗普有這樣的事情 其他真是沒有人講得出事情 對呀 經常都講一些什麼戰略啊 什麼什麼什麼 經濟啊 這些什麼 人家實際上是要你的命啊 要你整個文化 整個制度的命啊 現在是 是啊 是的 我覺得這個真是 我講了很多次出來的 這個真是生死存亡來的 對於美國人自己還夢茶茶 我再加這兩句 因為我對俄羅斯真是熟悉 不是多少人有我這樣的經驗 大家這麼說 我們去俄羅斯做生意 那些人很牛精的 真的那些人 蒙古人也是牛精的 俄羅斯人也是牛精的 就是那些北方人 包括習近平那些北方人 全部都是牛精 我們是南方人 所以完全 我們經常都講道理啊 那樣那樣 講客氣啊 那樣 北方人呢 一言不合呢 就馬上就 吵架了 反面了 接著就 打架也有可能 接著呢 接著呢 就決裂了 所以我覺得呢 中國和俄羅斯的所謂合作 最多 最多兩年貨制 最多最多 因為為什麼呢 中國那幫高官 都是你 就是你那一代人的同學 比如黃岐山 那些人 那一代人 是很犯人的 他們覺得呢 中國那個地 中國那塊地 被他們拿走了 五百萬平方公里 是吧 就是他們是這樣的 那幫所謂 現在那幫高幹 中國那幫高幹 雖然你說他共產黨 我們跟他不對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 他們比我們更愛國 我們是不理得這麼大 其他事情 但是那幫共產黨員 和那幫高幹 很在意的 尤其是江澤民 簽了那個遠東 簽了上海合作會 上海合作會那裡 簽了給人 他們非常的在意 所以他們出去跟俄羅斯人 講條件那時候 好什麼的 頂住的 就算你上面跟我怎麼說 我都會消極地跟你搞 你看到這次會議 中國那邊的人 每個人都在黑眼睡 這幫 這幫 習近平帶了一幫官員去 除了蔡奇 每個人都在黑眼睡 你看著 兩年內肯定反面 肯定反大面 這件事情就是很多因素決定的 國與國之間是否反面 現在看中國 中國和俄羅斯 目前美國的情報都說 已經是達成了一個 怎樣用中國出面去解決烏克蘭的問題 所以習近平要和習近平商談 現在就商談了美國方面的情報 普京已經說了 我們同意中國提出的條件 這樣呢 中國就會跟習近平商談 如果美國 拜登政府的錯誤 我都懶得說 美國在未訪問之前 就以為中國會跟美國先提條件 美國的先話不同意 白宮的先話都不同意 他都不知道是什麽條件都沒有說 誰知中國就完全沒有跟美國說這件事情 那就變得有些很脫臉了 是 結果現在如果是中國能夠成功扮演 扮演這個和平製造者 這個俄國給它扮演 因為俄國已經說 就是按照美國的情報 已經說可以同意它的條件了 扮演之後呢 中國以後在世界上呢 它的地位會上升 這個是很令人擔憂的事情 我是如想中國的地位上升的 但是呢 我們不能夠不看到所有這種情況 那這個時候呢 講回頭呢 香港呢 我們知道 就是香港問題就變了 真的變了外政問題 很小的問題了 那根據這個思路呢 如果根據香港 現在真的沒有人理會的時候呢 香港人怎樣 應該有些自救辦法的 不是沒有的 就是除了出來之外 香港自己內部呢 應該有得 就是跟世界的談不行的了 就是叫做 但是有得跟中共談的 這個呢 小夏這個問題呢 當然了 你知道了 我百分之一百時間 都放在香港那裡了 所以這件事情 沒有人能夠關注我 沒有人能夠給我關注的 說老實話 我同意你講 在香港 在地緣政治上 那個籌碼來講呢 是未不足到的 未不足 沒有了香港的金融中心 對美國華爾街成的金融來講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完全沒有分別的 而且美國現在都不指望 在中國投資賺到錢的了 這個已經是過去了 這件事已經過了了 將來香港怎樣呢 唯一呢 我的看法 我就絕對不相信跟共產黨妥協的 這個我從頭到尾都不相信的 因為無法妥協 妥協都輸了 妥協都是被拒絕完全全 我的看法呢 我們要做好準備 我們要所謂避戰 磨劍 中國人說的叫磨劍 我們磨劍 今時今日 我剛才講一句話還沒講完 兩年內 中俄一定吵架 兩年內 特朗普上場的時候 俄就好像你的願望一樣 靠回美國 你看著 這件事一定發生的 俄羅斯 靠回美國那邊 那時候的中國是認真孤立的 我對香港充滿希望 我對中共的瓦解 對中共的失敗是充滿希望 我完全 我不是瞇了眼 只是說中共會倒閉 中共會倒閉 那些就是他們 有些人喜歡迷信 我就不是的 我看得清清楚楚 中共現在哪一件事 他是戰場風的 哪一件事是不行的 一天有習近平在這裏 這個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 你看著 兩年來不用兩年了 現在已經開始進行大事 因為這次談判 最重要的一頓都談不成 就是我發起那兩條氣管 經過蒙古兩條氣管 因為裡面太多矛盾了 矛盾到現在中國都害怕了 中國都害怕將來俄羅斯用能源 控制了中國 他害怕的 他寧願在南方 在中東那邊另外有一條渠道 就是second source 第二個供應渠道 我的看法呢 我完全看法就是兩年內 這個肯定捱膠 而且如果捱了膠 李拜登也好 特朗普也好 俄羅斯是會歸回 會歸回到美國這邊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共是絕對孤立 孤立不會久很多的 中國的孤立不會捱得很久的 因為實在現在全世界是真的 人民的醒覺 人民通過他們的議會 通過他們選出來的政治家 肯定會孤立中共 那個那套氣 當日美國為什麼參加二戰 講到最後 沒有人民支持不會發生的 我沒有你這麼樂觀的 不可以了 我要說出來 我不是盲目的樂觀 我看很多東西的 我不是隨便 我要看很多很多問題 但是你說我們要跟中共妥協 這個就絕對擺不到 不是說妥協 妥協是另一回事 有沒有得談是一回事 妥不妥協是另一回事 不是 小俠每次談都會贏的 這幫人太厲害了 平時跟美國人談什麼 我沒有問題的 跟中共談真的 誰我們香港人跟他談 還沒贏過一局的 一局都輸到一局 還坐牢那幫人 真的沒得談 如果小俠你覺得有得談的話 這些不會發生的 談完之後他就贏了射手 又他又進了一步 不關這個有不有得談 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香港的人要了解 受了這麼多罪了 要了解中共內部是怎麼運作的 中共內部是充滿了裂縫的地方 哪裏是裂縫 哪條裂縫你叫得進去的 這個是要打交道才行的 我們從小開始就在叫裂縫的了 你在國內出生 我們香港人哪裏懂得叫裂縫呢 中共怎麼樣內部都搞不清楚 沒有啊 香港人完全沒有這個能力 現在還在說一國兩制 你明明香港人 完全對中國那種不了解的情況 你真是震驚的 對中國實在不了解 而且每次那幫人都搞不清楚 最終都被他們搞定了 香港人不會烏弄過美國人的 美國人一樣的烏弄的 你想想那幫人烏弄到牢都坐了 說要跟他分享初選 初選就是支持他那一套 你如果肯初選的話 申請支持他那一套 支持他那一套都要坐牢了 那你了解什麼又不是只有一個領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我知道 你幫忙我當然要多謝你了 但是這件事我非常悲觀 今天講到這裡 今天星期五 星期日又可以講了 這件事很重要 香港人很想聽我們兩個人說 大家的立場不一樣 不要緊的 所以你就對香港非常悲觀 我就對中共非常悲觀 看了這麼多年 我現在不是說對香港悲觀 我其實是不悲觀的 但是我就是解決目前的辦法 要找一些結去解 不是解不了的 我不相信有得解 現在露碎下去 沒得解 哪有得解 天天 你如果從經濟的角度 很嚴重 嚴重 到不得了 美國的投行的人 看著上面那幾個頭 就是做雕那幾個鬼佬 華爾街尼走 根本走 就不玩了 簡直是不玩了 就不玩了 就是玩了 所有的那些 所謂的和資本有關係 四個大行那些 全部都在走 這個世界大變局 那裡變的時候 每一個人 就是人也好 地方也好 都是一個細細的點 一個板塊 一個點樣 那你要了解到 這個大變局 會怎麼變的時候 這個板塊 或者甚至個人 你怎麼處理呢 我比較冷靜的人 我這麼多年 學生不激動的了 我不是激動的 大家的看法不一樣 現在的問題 基森格說得對 這個不是漲棋 這個是圍棋 現在美國在學著 怎麼出圍棋 以前美國當成為漲棋 出圍棋 不如做一批和 打和就算了 圍棋不能打和的嘛 所以那個問題 現在美國在學著怎麼打 我們香港只不過是圍棋的旗盤上面 一個角落的東西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 對於我來說 我作為美國人 最重要的是幫美國 當然當然 沒有美國根本 香港更加沒有希望 美國要碰 全世界那些自由 自由的 有希望 爭存下去 如果不是 如果中也好 我也好 統治了的話 我們就做一下聽話的好學生就算了 美國左派統治一樣衰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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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好嗎? 蕭霞 好 今天講到這裡 星期日見 星期日見 拜拜 拜拜